那在三級警戒 我們當然就是說 出外外 外出一律 全程佩戴口罩 那現在在這裡面 在這段時間 大家都 非常努力的去遵行這些情況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也可以有一些例外的 情況 比較 就是在一些常理常規之下 如果說有一些在外面工作的人 他確實 有時候他沒有車子 他也只好在 在外面吃 因為現在大家還是都不能夠內用 所以以前我們也講過 在通風處保持社交距離 那可以來隱私 對於很多在外的工作者 確實有他這樣的 一個必要 然後另外就是 現在大家都會相對的 在微解封的情況下 那也會有出遊 那我們在 自行開車 那同車者皆為同住家人 那可以隱私 那當然不是同住家人的話 那還是要分別戴口罩 那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有隔離 譬如說我們兩個是不認識 不是不認識 當然是認識 但是沒有同住 那可能就一個吃 一個戴口罩 三個人可能還是一個人吃 一個人戴口罩 那但是這四個人都是同住的家人 那平常在 家裡就一起吃飯了 那就在車內的時候 也可以一同一起來飲食